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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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回來《語詩好對話》 《2018正義求證》 我們今集的嘉賓就是Microsoft 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 Colly陳珊珊 其實從來都是這樣的 要作出改變是很艱難的 尤其是你這間工作的機構 是做了超過四分之一的世紀 要離開實在需要有很大的勇氣 究竟為何在2017年的時候 Colly作出一個這麼大的決定 要拿出這麼大的勇氣 離開一個你工作了27年的《惠寶HP》 而加入Microsoft 好的 這間公司可以工作27年 一定是很喜歡的公司 所以當時這真的是一個大決定 對我來說 因為我自己想很幸運地 其實自己是有機會成長在一個 IT大時代 甚麼為之IT大時代呢 就是說 IT不是一小撮人關心的東西 是每一個行業都在談 是 那我自己想 我一輩子 只是打一份工作 好像有點單調 過了27年才想這個問題 然後我再想 哇 我這麼難得生長在IT大時代 自問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女子 但也有點抱負 是 我是否真的可以為這個社會 作出多一點貢獻呢 那現在真的是一個時候 那我就想 其實 如果可以去一個平台 那個平台 可以在IT大時代 是我貢獻多一點的 其實 在我的職業裡面 是的 應該會更加精彩 正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在想 我很希望有機會 真的嘗試在一個不同的平台 無論對於自己的 career 和對社會 希望做到更多的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原因 為何我會開始想這件事情 那當然也剛巧 是真的 Microsoft有來跟我談這件事 那談到大家覺得 這個真的是一家公司 可以提供到這個平台 可以給我們更大的貢獻 但是當然 為何可以下定決心呢 大家聽說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我怕我會變紅 不是 因為你知道 某人會看的 這一集 因為那個決心 雖然很想而已 但是離開一個工作了27年 自己有很適應的環境 也可以貢獻到 中間也要有一個強心針 於是我就回去 當然跟我先生去談 是 那他很有趣 他第一反應就說 很辛苦的 你能否頂得順呢 你究竟知道他這句話 想帶出什麼作用嗎 是免除了十多二十年之內 你是淡淡沉沉的 很辛苦 是 我第一次說給你聽 你們先不要向我投訴 是嗎 我不知道他會這樣想 但挺像你之前的老闆 你稍後再問他 教授會這樣說你 他未必是 他真的疼你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 你在舊公司工作了27年 你有什麼風浪 你經過的 接下來 其實做退休 你不會有問題 你無論如何都能做到 你跟我說 他轉了新公司 很辛苦 而且你不知道真的成不成功 他也很理性 對 你真的覺得他很理性嗎 待會我分析一下他的心理狀態 你先說下去 然後他就說 我不用擔心 做不到就回家 這就是感性的位置 你再問清楚他 是 這句就是我明知道你走硬 是嗎 我哪會叫你不去 我哪會這麼煩 你真的沒有去到 他很想去 他最後令你不去 所以怨你一輩子 還有就是他真的疼愛你 最多就不用做 老公會讓你 對 我想就是… 那時候很開心 我覺得不能輸 不能輸 不能輸 對 作為一個女人 有什麼幸福 有自己的事業 而有老公 又可以隨時讓你 對嗎 對 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這集收回了半次 不過說了就不會做 鼓起勇氣 對 就是希望自己的行業 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 對 所以你之前跟我們說過的A、B、C 這個就是B 對 你可能在工作上有順境、逆境 或者可能有機會作出轉變 但是你的家庭 就是你最大的強心心 好 好了 有這個就是免死金牌 你的老公就… 免死金牌 你去吧 可以 但是你真的要進入這間公司 可能就真的好像你所說 我已經離開了我之前的空間 進入去 應該不會太舒服了 因為這個文化 你之前習慣了 你去到這間公司 2017年的時候 對於你來說 最大的衝擊又是什麼呢 其實你說得很對 最大的衝擊是文化 因為之前很多人都說 我舊公司是做硬體的 硬體的 新公司是做軟件 軟件 他們以為我最難適應就是 因為做的事情不同 但其實因為我自己是負責底出身 也要做解決 變成是一間軟件 因為今天Microsoft 我們是講數碼轉型 講解決 其實對我來說 這裡其實不困難 因為都是我老本行 文化這件事 可以真的殺死你 殺死你 有多不同 其實 因為我的舊公司 也是一間很傳統的公司 它是怎樣的意思呢 它就是領導人 會領導 組員會領導 有領導 領導 領導 但是Microsoft這間公司 其實也是成功的因素 它是怎樣的呢 它是… 在下面 希望組員會領導 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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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很多不同的 引擎已經不停地動 那老闆做了什麼 那老闆做了什麼 其實有幾件事很重要的 我們要引起同事 是 那些同事呢 因為不同的人都在領導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齒輪 不停地轉 這些齒輪可能是在不同的方向 有時候會來耗的 那我們就要提供 或者提供清晰 如果有東西是不同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怎樣提供清晰 還有我們要幫他們 發生能力 讓他們可以 做得更加好 你這樣想吧 其實這樣的企業文化 如果是做得好的話 是很能力的 這個也可以 其實解釋到為什麼 在過往的三年 Microsoft的轉型 可以是這麼快 還有這麼好的發展 今天我再加一個給你 好的 就算與你無關 真的整個系統出了問題 你自己揹一下 加上這個想想 很多老闆最流行 我早就叫你不要這樣 然後就做幾個項目 有人找他的時候 最壞的是誰 是 但如果你作為一級領袖 就不要理會來源 你看著他走 你是自己知道的 所以一定是做事的時候 你先走 揹著的時候 揹著的時候 揹著 但不代表你自己 不帶著他走一個方向 送給你一會兒 但在我適應這個文化裡 其實我不是幫Emba賣廣告 但我也要感謝你 你沒有那麼需要 那你只能說 其實我中間的過程裡 其實是… 我知道你會說什麼概念 我猜到 你說吧 我又想起 我曾經教授教的 我們一個叫做 但是呢 最後一刻 我們要勇氣 導致自己做到的事 如果我想到 Level 5 領袖 以及現在在Microsoft 發生的事情 其實都是說同一件事 裡面我能明白到 其實這件事 我要想辦法 如何擁抱它 如何可以融入到 支援到 當然過程就是 因為像是一間新的公司 我是新的 這些同事 其實對我未有信心 也不太了解 是 如何可以令他們 對你信任我 信任我呢 還有 當是在過程中的磨合 也要慢慢建立 不過剛才 Colly所說的技巧 也挺形容上 即是引起她 如何勇氣 但是真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 相信應該經過一些碰壁 才能慢慢重拾一些技巧 對嗎 對 因為跟以往的文化 也太不一樣 對 你當初會不會真的 你以為用舊那套 管理方法是行得通的 結果就有一些反彈 我可以舉些例子 這是很有趣的例子 我是去年八月上班的 其實就是在十月的時候 因為我們每個季都會做一個 叫做業績的報告 給老闆 和全球的大老闆 你想想 我八月上班 十月要做這件事 當初 你很自然 要跟大老闆匯報 當然是用盡我的功力 就是在想 我應該的訊息是怎樣 我那個說法是怎樣 我當然會用我以前的武功 全都使出來了 就想到我應該有什麼 討論點 有什麼重點 這就是我以前的方法 就是我全都想到 就叫隊伍去行動 但是我們在準備的評論裡面 真的有點碰壁 我起初打算用這種方法 就去做了 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感受到一些同事 覺得我有點古怪 覺得你古怪 挺好 老闆做事 他說 為何你之前做這麼多事 他說 不是應該我們告訴你 我們覺得在過往三個月 我們做得如何 但因為他們不熟悉我 所以他們也勉強地 認就我 就說 那好吧 那我就跟你這樣改 就變成一些 一般的模特兒 有些我 有些他 我們也完成了這個評論 在評論裡面 因為我們的業績是好的 其實那個評論 我自己做完之後 也覺得不錯 但表演完之後 我感受到他們其實不太開心 我知道 他們為何不開心 有些隔膜感 他們有兩個人不開心 他們覺得 他們無法提供 即是說不到他們的意見 剛才的評論過程中 我說得太多 他覺得 沒有了一個平台 讓他們在老闆面前 說出他們的意見 即是表現他們 對 完了之後 其實我自己也 其實我不明白 他們不開心 但是我之後也再想 然後 到第二天 至於我們每三個月 會做一次 之後那三個月 我自己改變了方法 就是怎樣 我之前 我不告訴他們 我想怎樣做 我是跟他們的方法 就是 你們給我吧 然後我根據他們的方法 再加一個話題 以及在評論中 就不同 以前 之前我強行自己 加了很多張 本來以前 原來他們想著我 說一張 然後他們跟他們說 第二次評論 我就跟他們 就是我自己 只是說一張 其他人都分為他們 對於評論中 他們更開心 其實我也更開心 因為我覺得 第一 我準備的時間 壓力真的少了 少了 但是內容 是豐富了 在評論中 那些交流變得更好 在這個過程中 怎麼說 有碰釘 還有一個學習的過程 還有一個磨合的過程 令我了解到 原來這個好處是怎樣 其實我可以更善用我的時間 而且他們給我一些 我之前也想不到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實戰做那個 其實有時候 有些事情未必是 我做完是最好的 即是前線的 知道最多 對,沒錯 而且有些事情 如果你讓平台 在大老闆面前 他們妥手 可以說到的話 其實怎麼說 他的責任感 那個推動力 是更加大的 是 那我就體會到了 也很久沒有上課 是 上一點點課 好… 有一個很出名的人 叫Jack Welch 就是GE 曾經刺冊豐雲一輪的人 他上台的時候 過了一會兒 他就說 別人問他 你現在最想要做什麼呢 他說 我猜我有十年退休 或者你有二十、二十、三十年 不要管 他說我上班的第一天 我就是想 我退休那天 我交了什麼團隊 給我下一個CEO 嗯… 如果你想通了他這個項目 我猜他不是說謊 因為以他來說 他需要什麼 說一些唯心的說話 你一看完這個項目 有很多事情 你就不會像以前的 什麼都自己做了 因為你做完的時候 你無法把團隊交給別人 是從他的過程之中 你把你的精神 你把你的文化 融入了他自己想說的話 有只有一天 他自己也不覺得 他已經買進去 或者接受了你的文化 直到你離開這間公司的時候 你只能看到 一些人一邊走一邊做的事 其實真的是你 你那個開心的感覺 是相差很遠的 是 你加上這一點 基本上不是看這次他開心不開心 而是他開心了 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開心 是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句 有時候 因為不是你自己做 他們未必能夠拿足 譬如九十幾、一百分 八十零分其實也很好 因為他開心 開心的八十五分 比他不開心的九十五分 是… 那你慢慢來想吧 好,謝謝 因為文化… 其實你提了很多次 是 文化是如此傳流的 文化不是你自己高壓做到的 是 文化是要將他自己本身的想法 全部拿出來 但你作為老闆 你也不可以說 有道理吧 好吧,就這樣吧 某些位置 你又要有個大人 對 好,你現在說完 謝謝 我交給你 我想很多老闆 其實大家也有很多管理層 都很想有這種文化 就是我們下面的同事 真是自動自覺 你寧願他爭取表現吧 好過真是 他每次去聽你 即是自己的意思 可以這樣說嗎 但怎樣可以營造這個文化 或者其實 Microsoft 是有什麼能力 可以培育到一班這樣的員工 創造這樣的文化 好 Microsoft 我們其實有一個使命 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 成就到世界上 每一個人 每一個機構 可以成就更多 實現更多 其實這個都包括我們的員工 所以我們的CEO常常說 我們作為一個領導 希望製造這個平台 可以令到每個員工 可以把他最好的一面 表現出來 這是我們的信念 你說 有這樣的信念 其實是有什麼 更具體的東西 這跟剛才有個同學問過 問題 我也回答過 就叫做 在我們Microsoft 我們經常很強調 Growth Mindset 就是我們要鼓勵員工 每一個人 不要以為自己懂得 一定是一個Learning Mindset 願意接受挑戰 我們作為Leader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 經常 是Inspire員工 你要做些什麼 才可以 beyond your comfort zone 接受挑戰 但同時 因為一接受挑戰 沒有保證一定成功 是 所以 其實我們是 承認失敗 但重點是 我們是怎樣 學習到失敗 而且我們也很鼓勵 Microsoft 每一個人 其實都應該有一個機會 可以發聲 而每一個人 包括我自己 在內 其實我都會接受批評 坦白說 我很開心 我加入了Microsoft 大概十個月 在過程中 也有很多同事 會給我一些意見 有人會說 他這麼大膽 不是 因為我們鼓勵 每一個人 他應該都要接受意見 你才能成長 是的 Colly 你說到 其實員工不開心 我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渠道 告訴你 還是給你面子 又或者他說 願意給你意見 其實你們會不會有一些會議 又或者可能有一些渠道 能夠把下程上達 或者甚至可以面對面說 他自己的感受 或者有什麼不滿意 在Microsoft 其實我們很著重 跟一些同事 我們一些叫做 one on one section 所以 其實我和自己的 direct report 是每兩個星期 都有一個one on one 除了之外 其實我們有一些 叫做 extended 的 leadership team 其實我和他們每個quarter 都有one on one 所以在這些one on one 他們會給予意見 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有一些 employee round table HR部門也會 搞一些employee round table 這些不同的渠道 除此之外 有一些informal的渠道 就是 因為我剛才也說 我是喜歡 跟一些同事 一起出來一些不同的活動 在不同的活動 大家都會聊聊天 所以我也會問問他們 我覺得 如果我們做了這個文化 同事都願意去說 而且當他們說完之後 如果他們看到 有些東西 原來你已經剩下了 那他們就會繼續說 對 所以這也是文化 對 我想問你 你作為一個老闆 或者一個領導 是 和其他同事 怎樣令到這個機構 是可以 很有活力 是 很有思想 一直這樣走 你覺得分工應該是什麼 老闆其實 這個你責務常態 剛才提到某個位置 那些同事 很開心 很有活力 地做一些事情 那我就讓他們做 如果是去到極致 他會散開 但是有些老闆 就說 我是老闆 我講了一些事情做 其實你也不會去得太遠 你覺得 其實根本上 那個分工 或者那個擺位 應該是怎樣的呢 嗯 嗯 我自己覺得 作為一個老闆 我們根本是一個 在文化方面 我們真的要作為一個 role model 嗯 就是說 我們是要 是 保持這個文化 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說保持這個文化 就不只是說 其實都要做出來 正等於剛才陳教授說 啊 我作為老闆 是不是我說了就會做 但不是的 我公司的文化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給予意見 可以接受批評 那就是說 如果有些事情 可能我們是不對的話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 主持人 我們都要承認 嗯 所以 最重要 其實都真的是一個文化 其實是 當然你說其他細資的東西 我們怎樣 代表公司 去接觸客戶 這些已經是結論的了 是 是 Connie說到 由去年的八月 很快的時間 就已經可以 找到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 我也不敢 技術是 但是我也不敢 全都找到 一停學習 是的 起碼基本 已經應付到 因為你踢底 也是 花了些時間 也開始融入他們的文化 文化 其實已經近一年了 應該正式掌桌 其實有些事情 武功都開始擺在身上 那你怎樣 令到那個團隊再向前走 有沒有一些未來的大計 其實 好 你說我們有沒有未來的大計 一定有 因為剛才我都說了 最重要是Ambition 我們有一個 我們要AIM High 我們很希望可以更加 Microsoft 尤其在 如果我作為香港 和澳門的董事總經理 如何令到 在雲端服務 在AI方面 我們可以做到 每一個人 我經常和一些同事說 會不會每一個人 一起來 他都會間接 或者直接 在用一些 來自Microsoft的 AI 或者雲端服務 這是我們希望能做到的 所以為什麼 起初 當你介紹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說 可以做到每天的AI 做到每個人 對每個公司 我想補充一點 其實這個 我不是說 很不可能的 因為 講開AI的事情 其實有些事情 都已經發生著 因為有很多人 仍然有個謬誤 他覺得什麼 AI好像很高深 是否只是一些 博士的人 才懂得用AI 是 亦有人有些謬誤 就覺得 AI這麼高深 一定很貴 是否只是大公司 才可以用AI 或者我舉些例子 你會明白到 其實有些事情 已經在香港發生了 譬如呢 我舉例子 在香港 香港一定是想起地產 或者我說一些地產代理 地產代理 在香港是一個很傳統的行業 都很根深蒂固 可能在我印象中 其實他應該不是很IT 對吧 但是在幾個月之前 其實在香港 有一個叫做地產代理商 其實他用了我們 Microsoft的AI 和雲端服務 就去自己 做了一個叫做 AI的找某平台 為什麼會做這個 找某平台 因為我講一些很有趣的 就是 而他們的CEO 是覺得這個AI的找某平台 可以幫助他們 在利益的生長 是20至30% 而那個margin 正因為有一個AI的找某平台 可以增長40至50% 但是為什麼 怎麼找某平台 我可以講一下 因為大家都經驗去找某平台 通常你進入地產代理 就看你很幸運 就找了一個地產代理 去夠不夠經驗 因為你希望靠地產代理 就幫你找一些適合你的損盤 真的教個別地產代理的經驗 但是你想想 其實市場上的損盤 不只是教地產代理 它有沒有經驗和既成 實在你可以看看 在過往的成交紀錄 或者在銀行的股價 或者市場上有什麼消息 其實這些種種是大數據 AI是怎樣呢? 製作大量的數據 你如何把這些大量的數據 搜集到 然後 你也有一個因素 因為不同人 對樓宇的要求是不同的 然後就是 你根據以往類似的客戶 去要什麼資訊 可以找到平台 就是當客戶來找你的時候 他就會在系統那裡 告訴你 醫療的客戶 其實市場上有什麼損盤 他自動在系統那裡 就會彈給地產經紀看 變成 就不用再以前這樣了 你可不可以找到 有沒有經驗的地產代理 他已經會把資料 給地產代理 在系統幫助 變成一個CEO說 變成了 別人的地產代理 還在煩惱 如果要找一些損盤的時候 他很快會有這些損盤出來 變成 作為地產代理 他專注 就可以用他的同理心 去跟客戶 去商量 變成了 整個交易中 可以大大縮短 時間 變成了快 找到損盤給客戶 自然 成功率就會更大 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想說 其實引證了兩件事 這件事 已經發生在香港了 也不是 只是大公司才能做到 一些很傳統的行業 自己都能發展到 這是一個例子 我可以試圖 用一個理論化 好 解釋剛才你那些事 好 它就落下了一個 落地的實踐 是 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一件事 AI其實是幫助別人 是 沒有了別人的存在 譬如剛才Colin也提到 每天 他會否用AI 你以為重點是AI為主 其實不是 他是用AI更有效 以及更有效率地 解決一群人 一群顧客的問題 如果沒有AI的存在 它是更加困難 而且基本上 有時候未必找到 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但是這個AI 經常都有人說 有了AI 我們是不是人去了哪裡呢 我有一個想法 這些就靠你們 你們公司 其他業界 怎麼做 機器做了機器的事 人是要做回人做的事 以前人做了很多 就是重複性 不需要人做的事 但是因為那個機械 技術 AI未完善的時候 人做了很多機器做的事 希望你們的機器來了 上面的運也來了 希望幫助我們 人復歸人性 做回我們自己最好的事 我認為AI做不到我們這一集 有些是可以剃到的 但不是可以剃到的 或者在現在這十年內 應該做不到的 前面呢 就是當它一追到來的時候 我們人就會再提升自己的水平 去到審美 你審美就不到 去到同理心 機器 它可以配合你做同理心 但是它做不到同理心 我先說到這麼多 在這個方向 其實你剛才還有另一個例子 是 第二個例子我也可以說一下 就是 好像醫療那樣 在今天 其實已經有一些醫生 可以用AI的技術 幫他斷症 好像香港在胸癌症方面 我想 都做得非常好 已經有專注於胸癌症的醫生 是靠AI 幫他斷症 還有希望用AI的技術 幫他提議 有什麼醫療的方法 這些其實已經發生在香港的市場 大家可以打破一個謀誤 其實AI是可以幫到我們每一個人的 而且可以應用到我們每一個行業 我最想問一問 譬如說醫療 譬如當有一個症候 如果以前的醫生 其實是九牛二虎之力 都未必知道整件事 八成至九成的真相 他只是拿著基本上那幾點 那名醫有什麼厲害呢? 就是他看的基本點 他就可以知道大概八十幾、九十 但是他到最後都不完全知道 我覺得你如果是AI 他就很快地 又有系統地 又沒有遺漏到重要的一些資料的情況之下 到最後都是醫生要判證 我想問你 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究竟醫生的比例 和他其實在那件事裡面 他的重要性 是AI的重要性 那你一說完這個例子 大家就比較明白到 其實AI在哪方面幫助我們 但你不需要擔心 他會把我們趕下海 好的 可以說一下 其實整個AI的發展 其實都是跟ABC有關 不過似ABC 不同比ABC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ABC 因為AI整個發展 其實是三方面 第一方面 我們叫做Algorithm Algorithm Algorithm 就是究竟他有什麼程式 程式、計數 對 B就是代表大數據 大數據 就是大數據 對,包括什麼呢 就是數據和我們一些場景 這個其實就是回答了陳教授 陳教授說了醫生的案件 就是因為醫生才知道 這些數據和什麼場景 場景 整個AI的應用 要靠有Algorithm 有程式、有數據、有場景 這些是一些專業的知識 這件事是缺一不可 沒錯 另一個C就是計算 計算的方法 這三方面加起來 才能做到一個叫做AI的應用 所以回答陳教授 剛才你說的 在整個事情裡面 AI幫到手 因為在處理很大量數據 AI的程式很厲害 但是他如何處理大量數據 他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其實是要靠一些不同的數據 和一些場景去訓練他 他才可以很準確地處理大量數據 機器自己也一邊做一邊自己學習 是的 另外,AI的好處 其實他不僅懂得處理數據 他還可以基於以前發生過不同的場景 就去做一些叫做 Proactive 即是一些預測的東西 他預測完這些東西 不一定是準確的 那這裡 人又會有一個角色 判斷了 因為他幫助人 因為人的問題就是 始終沒有辦法 在很短的時間內 處理很大量的數據 還有,AI幫助他處理完之後 他就可以給一些不同的選擇 是一些人可以處理到的 那就可以幫助醫生 在很短的時間內 甚至無疑 如果我們看的電影多 有57%可能是這樣 有40%多,你要考慮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不知道在哪裏 其實就是幫助他 因為從他而言 他不能知道那麼多 亦不能處理那麼多 但是當他做了那個決定的時候 的精準度是高很多 所以人們也說 在新的一代來說 我剛才提到過 就是同理心 除了同理心 理想法都是很重要的 你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如何去判斷 這些都是新的一代 很需要訓練的一個能力 當然我也很相信 AI應該是人類的好朋友 就像教授所說 人應該是做回人的事情 但是同樣 我真的看電影看得多 我們會覺得AI 對於人類來說 會不會慢慢來講 變成一種威脅呢 譬如你看到Alpha Go 或者我們看到一些 真的好像人一樣的樣子 可以做到人的動作 甚至乎剛才 你跟我們介紹的小兵 他不僅是跟你作詞 唱歌給你 或者是解悶 跟他聊天 他本身也有自我學習的能力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相信Microsoft 一定不斷在內部也有討論 AI要發展到什麼程度 又或者它有什麼領域不能觸碰 其實這方面 你們會不會也有討論過 好的 其實在Microsoft內部 我們有很多討論 就是反而按 究竟整個AI 我們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還有有沒有什麼 Ephics 我經常說 目的就是 剛才也說過 我們希望AI 可以Empower 我承認過一個字 是可以令到人 或者公司 是更加powerful 這個是那個目的 所以這也解釋為什麼 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 Microsoft 做AI的時候 我們是 因為如果說到Microsoft 很多人都仍然覺得 我們有電郵 我們有辦公室 很多人都要用 正因為這麼多人用 所以我們在AI方面 我們都增加了很多元素 在產品上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希望 每一個人 用Microsoft 做產品的時候 都可以受惠於AI這件事 除此之外 我們的理念就是 我們都會把那些AI的東西 都放在雲端上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任何大小的公司 都很容易用到 這就是配合我們的AI的理念 第二部分就是有關 那個叫做AI ethics 其實我們很希望 AI不是令到世界更加偏激 不是令到世界更加沒有信任 不是令到AI內 是很不公平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AI的發展 我們要找很多數據 去訓練它 其實這裡是危險的 如果你去訓練 AI的數據 是很偏激的話 那個機械人 就會很偏激 就會很偏激 所以這個是不容許的 因為我們希望 這個世界 應該仍然是比較公平的 第二個 就是我們也很希望 因為有AI 或者是有數碼轉型 其實裡面是製造了一個問題 現在是社會 我不知道你能夠感覺到 是有很多一個叫做信任的問題 是 信任的問題 包括什麼呢 包括保安的問題 包括個人私隱的問題 那些數據怎麼使用 是的 也包括究竟是否合法化的問題 是的 這個也是 我們在Microsoft 擺放得很重的 因為我們希望 任何人 如果是無論是用AI 用雲端服務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 平心 是會有放心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很重點的 AI ethics的事情 我們希望是會做到的 剛才說過ABC ABC我記得是舊版的 叫做平衡 平衡 剛才我又說過一句說話 叫做人做人的事 其實我在這集之前 從來沒有想過這句說話 是說出來的 人要做什麼呢 這些數據可以害人 可以幫人 那一念之間 你的道德觀念 這個不是AI能給你的 你的道德觀念是 你小時候媽媽怎麼教你 你看到其他好朋友怎麼做事 你的老師怎麼純釁善有 這些是人要做的 教育 在上次我和你談了很久 其實你說了很多教育的問題 那個教育就是一個人 怎樣去看世界 他的世界觀是什麼 他從他的思想上學 從他的同學那裡學 從書本上學 在這個過程之中 AI幫不幫到 幫到 但到最後你自己是要主觀地 剛才康尼說的 critical thinking 你的擺位 殺還是不殺 去不去呢 譬如一個遊戲 它的設計就是去校園 殺光那些同學 殺光那些管理員 殺光那些保安員 去到那個時候 你那套AI的東西很厲害 殺得很美妙 血腥很厲害 你做不做呢 你做不做 那是人做的事 不是機器做的事 是 文化 如果這個文化的東西 你以前 因為我們沒時間搞文化 既然有AI幫助我們 我們做多些文教的事情 人與人之間的歡樂 我再說一句話 我就可以停止了 這句話是什麼呢 人是可以用心地對別人笑 小兵也是厲害的 但是如果要用小兵 給別人的感覺 他是用自己的心 去發出一個笑容 你有一個感受 你可以無異 但是他永世都不會代表它 但是這些就是 很多人在憂慮的時候 你忘記了自己沒有做自己 應該做的事 以前你已經做了 杜莉米法梭拉斯 你做了 現在人家幫助杜莉米 其他的你做吧 不用那麼害怕 但是AI的重要性就是 你盡量跟我們做一些 不用我們做的事 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要做的事 人要做的事 對,我覺得… 你有沒有一些上學的感覺 簡直有 你有一個很乖的學生嗎 對 我也很乖的學生 對,其實我們這一代人 我現在這樣想起來 真的很幸福 我想我們不要說 我們生在遠古 我們生在一百年前 可能我窮一生 從一歲到一百歲的命 可能的世界 也沒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但是現在我們這樣說 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語思好對話 十五年 我們想回十五年前的世界 跟我們今天的世界 都已經很不同 我更加看到一些文章說 如果你再過幾年之後 說這個手提電話 基本上是 朱羅紀時代的一個名詞 因為這個數碼世界 這個AI世界 真的秒速地轉變 其實不知道 Kolly今天有沒有帶來 一個水晶球 去預示一下 究竟 其實IT的世界 變化的速度 會有多快 或者可能有沒有一些數據 去支持 原來我們將會面臨世界的轉變 好的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在去年八月 Microsoft和IDC 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訪問了一千五百個CXO 在整個艾泰區 了解究竟數碼轉型 對整個GDP 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裡面有一些數據很有趣 他就說 在2017年 一些數碼的產品服務 大概佔了整個GDP的5% 我現在說的數據 其實有香港特別的數據 這個是香港特別的數據 而去到2019年 它估計會上升到25% 而去到2021年 會再增長到60% 很誇張 超一半 是的 就是說 根本 這個叫做 包含數據化產品 或者服務 遍佈在每一個行業 也是每一個人都應該關心的東西 其實我們也想了解一下 為何會增長得這麼快呢 實際上 AI的應用 是幫助了很多 其實你說的是短短幾年 雖然你說了幾個年份 但是其實2017至2021年 當中是四年 但是那個速度是由5% 到65% 是的 所以真的 有些事情 我們真的不說不說 這個世界真的轉變得太快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回歸傳統 譬如 好像在學習上 除了在網上學習之外 其實我們也透過書本去學習 我知道我的Cordy 今天帶來一本書 想和我們分享 是的 我今天為大家準備了一本書 就是由我們 Microsoft現任CEO Sadia Nadella 寫的一本書 叫做Heat Refresh 這本書其實是說了 Microsoft過往這三年 我們整個Digital Transformation 有一個經驗分享 說一點 Ian就說 覺得很奇怪 因為Microsoft 我們是1979年成立 到現在已經是39年了 一間這麼久的公司 一間這麼久的公司 其實我們可以有一個 這麼重要的進步 在數碼轉型裡面來說 是不容易的 我為什麼說 覺得整個數碼轉型 是一個挺好的發展 然後我給大家聽 因為通常這些公司 做得不好 我們會看它的 叫做Market Cap 在2014年 就是我們這個CEO 未上場之前 我們整個Market Cap 大概是美金 三百多個Billion 嗯 現在2018年 我們的Market Cap 是七百多 快八百個Billion 即使是 超過雙倍 是 如果你這樣的角度看 我想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 分析 我們已經有好運動 我們不敢說 已經是完成了 因為 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現在社會 每天都有很多進步 所以這本書裡面 是阿沙蒂亞說了 他的一些經驗 裡面有幾個 highlight可以說一下 其實裡面 有很多篇幅 是講到整個文化的 亦都講到 那個叫做 Growth Mindset 剛才我也有分享過 是 剛才有一件事 我未分享過 但我也希望現在 是分享一下 當然 CEO 我們說 有什麼事 他都要製作一個 clarity 但他都會定公司 其實他怎麼看 市場在哪裡 Microsoft 我們其實 定位了 現在我們的市場 我們就是講 是 cloud AI 是 有人都會說 作為CEO 究竟我應該怎麼選擇 我公司的定位 我的焦點是 他是一個三個C的模特兒 這本書有說的 但我希望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這三個C是什麼 第一個C是概念 就是說 你要看到一些東西 可能現在市場上 不是一個主要的 這個概念 第二個C是代表的 C是代表的 Campability 他說這個概念 也要看回 你公司 究竟有沒有這個 Core Competence 第三樣東西 Culture 就是配合你們的文化 他說你怎麼選 公司的定位的時候 其實要三樣東西結合 才可以的 這個其實也說 因為在整個數碼的轉型裡面 我們經常說文化很重要 其實這間公司的文化 除了我剛才說 有些理念之外 其實一些工具是幫助我們 大家都知道 Microsoft 我們起家 就是做一些productivity tools 做email system 做office 變成整個轉型裡面 我們其實怎麼用這些productivity tools 令到我們公司的員工 從以前 可能舉例 是經常做routine job 變成現在 我們大部分時間 不是focus做routine job 是做一些innovative的事情 裡面的AI可以幫助 我們說 以前可能很著重 是individual的productivity 我們怎麼靠這些productivity tools 現在變成一個team collaboration 這些技術就能幫助 在整個轉型裡面 我們經常說 work force的transformation 這個其實 你看回 原來真的是Microsoft的 core competence 這三個詩 但當我看完這三個詩之後 我又要再賣廣告 教授就笑了 我全都寫出來了 雖然你沒有節目預告 你一邊說的時候 我也在說 怎麼這麼像 大家上過陳教授的課 都會聽過左右圈的 是 其實這件事就是左右圈 那我交給陳教授 所以這本書 我覺得是很值得 大家如果有時間 可以來看的 裡面其實是有說 Microsoft怎麼做數碼轉型 但也有說 我們CEO怎麼看AI 我們有說到AI ethics 有說Microsoft怎麼看教育 有時間是值得看的 我自己也看了 那我交給你了 好 如果我講完西之後 你將一個在東方世界裡 有一個人 聽了這三個詩之後 他怎麼將它再演繹 好 什麼是概念呢 什麼是理念呢 就是你有什麼方法 能夠令到未來的人 或者現在的人 是更加好一點 怎樣令到世界 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 讓我們居住 那你不能做完所有事情 那你就要選擇了 但是你的概念 一定是為善的 是做好事的 是幫助別人 可能在質 或者量方面 如果量 很多時候別人想了量 你要開始向質 推進 如果你這個概念 不是做好事 不是令世界更加好的 你這是一個壞的概念 如果你令到別人更加暴淚 更加仇殺 那些 雖然別人也是買你那件事 但是你的價值不會高 剛才提到的market cap 那個是量度什麼的呢 是量度你自己的impact 量度你家公司的價值 那個價值是量度了什麼呢 你的文化 量度你的性格 這個公司有沒有一個願景 全都是量度這些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沒什麼轉 可能都轉了5%的人 但是為什麼它會突然升了這麼多倍呢 就是那些人開始覺得 接受這間公司 帶領我們走到一個新的領域 這就是需要 沒有學過左右圈都沒什麼所謂 一定要走什麼呢 需要 但是別人有這樣的需要 你能不能做到呢 這個就是很多人想了這個位 因為這個比你容易見到 公司的文化 它的價值 你才能在公司裡面 你才感覺到 但是你說我看到 但是我做不到的 也不是警傳工 那你一開始就要追 追一下落後 為什麼別人做到我做不到 別人走到哪個位置 AI去到哪裏 我又來運算 因為我的巧妙 我想到很多 用更多的不同的方法去做 如果你問我 這個能力 是硬件的東西 是比較硬的 如果用我們右圈說 那個強勢 是硬的強勢 文化是什麼呢 都是強項 但是它是軟的強項 有這麼硬的東西 但是處理那些人 在公司裡面勾心鬥角 老闆是壓迫下屬 下屬就不看得起老闆 互相仇視 這些軟的東西 如果不可以 你有多硬的一個特質 或者強項 都是廢的 很多時候是兩樣都廢 軟的實力沒有 硬的實力沒有 再死亡 就是原來你自己想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只是為你試圖 我經常要錢多 哪一方面能夠賺最多的錢 那這間公司就沒有前度 嗯 有機會跟它嘗試一下 它就是在說 一,你要解決人的需要 令到這個世界更好 二,你要解決的時候 有硬和軟之分 硬,你到不到位 軟,你是不是in place 是不是在這間公司裡有蠻 這個跟領袖很有關連 一個領袖一念之間 令到那間公司很廢 很不開心 或者令到那間公司 完全是說 那間公司的方向 跟員工的方向一致 如果在這裡 你不用老闆說的概念 你會帶不到的 為什麼我們公司要這樣做 為什麼中文大要這樣做 為什麼香港要這樣做 為什麼Microsoft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要令世界更加美好 這些堂而皇之而厲害的東西 是引動到它 一起來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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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升級 那你的公司就沒有希望 我們今天很感謝我們今天的嘉賓分享 Colly 就是Microsoft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 陳珊珊 在這時候 我們將時間 又交給台亞的EMA同學 很感謝你的分享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你在HP那裡 你是紅褲子出身 而在Microsoft 你是香港 其實你最大的得著是什麼 因為我看到你的人 很溫柔地去說話 其實這個 是不是你的管理風格 其實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 這個是我的風格 你說最大的得著是什麼 我想 我是更加深深體會到 有些管理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剛才也說過 就是當我融入的文化裡面 一些Level 5的Leadership 什麼為之左右圈 雖然畢業了十年 但有時候真的很奇妙 當你不是身處其境 你是感受不到的 我覺得就是 因為環境的改變 在十個月裡 我自己在局管理方面 好像升了一輛 升了一輛 這個是很開心的 大家得著 第二個得著 我是很開心的 就是 因為在這二十多年裡 香港、澳門不算很大 其實我也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不同的客戶 以前跟他們聊 雖然大家關係很好 但是總之好像不太多 能幫助他們 那麼 我在十個月裡 我感受到 我現在來到這個平台 我是多了事情跟他們聊 而且好像 多了事情幫到他們 那樣 那麼 自己覺得就是 過往二十多年 那個 無論是那個 experience 那個武功 好像現在是 更加可以發揮到 真的可以在這個 community裡面 真的可以成就更多的人 更多的事情 實現更多 很開心 不過真的很忙 真的很忙 是的 也很感謝你 這麼忙 抽空過來和我們分享 我很開心 今天回來 見到這麼多舊朋友 是的 我也是在Microsoft工作 也是在Kolly的團隊裡 工作 我想Microsoft 其實真的 在IT界裡 比較多女性 因為我現在對上三層的老闆 其實都是女士 我也是 對,再對上就是男士 但是也不少人 我也知道Kolly 其實你在HP工作了27年 HP也是一間很好的 很成功的公司 反過來 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 你的師弟 在EMBA 也是Microsoft的一個員工 你會覺得 Microsoft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借鏡到HP的長處呢? 或者是HP的好的地方 Microsoft是值得學習的呢? 挺好的 因為Microsoft 這間公司 傳統上高 我們其實就是 在怎樣明白 一些Enterprise customer 或者做Solution方面 以前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靠我們的Partner去做的 但因為現在在整個數碼轉型裡 這天去得很快 變成了很多客戶 很多東西 他們可能都未必知道自己要什麼 他們希望跟Microsoft 有一個Partnership 因為Microsoft 無論在技術方面 其實都是比較多的 我想有一件事 其實HP 它是讓Microsoft走得早的 就是 怎樣 是讓一些Enterprise customer 叫做Enterprise 的Partnership 和Solution方面 我覺得這方面很開心 因為以往 我是很熟悉做這件事的 變成在這裡 或者我可以更多 裝入了Microsoft之後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才分享了很多成功的例子 我想問在你畢業後的10年 有沒有一些危機 有沒有一些很大的難處 一些艱難 你是因為你的Enterprise 的學習而令你 得通過了 當然 你說在這個過程裡 有沒有遇到一些難處 我說 內不中也有些難處 因為在IT這個界別裡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有些例子 我剛才也舉例了 好像入了Microsoft之後 其實克服那個 文化的改變 工作的不同 其實那個對我來說 真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但是我想 因為讀了E.N.B.A. 很多時候 令我領悟到 不過很神奇 我又沒有專門拿回一本書 拿回一本書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有個好處 因為剛才提到Balance 我進了Microsoft之後 因為工作很忙 令我養成了一個習慣 早上做運動 早上做運動的時候 我通常就不… 不知道為什麼 做運動的時候 我經常會想到一些事情 突然做運動 我就想起Level 5 Leadership 又想起左右圈的事情 所以你說 這些是否能幫助 我想是能幫助 但這些幫助也不太刻意 不知道為什麼 是吧 你進入了你的人 可能是 內化了 而且你接受了文化 與我無關 因為你接受了這個觀念 只不過這個觀念 是最先的時候 我說出來的 然後突然 用到的時候就出現了 這個可能是小兵幫到你 這個蜜日做運動的時間 《半在渺茫的老海裡飄過》 是嗎 我改了兩句詞 謝謝你 是 所以小兵就能幫助你了 我們再找小兵聊聊天 其實我們聽Colly的分享 無論是Colly還是Microsoft 都擁抱這個改變 亦希望AI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而我們做回人類要做的事 製造一個美好的新世界 我們今天很感謝 我們今天的嘉賓分享 Colly 謝謝 我們今晚認識了小兵 我們今晚無聊的時候 就會找小兵 謝謝 謝謝你 Colly 謝謝